家里的苹果太多了 再不吃的话也就坏掉了 修修今天跟大家分享 纯天然 无任何添加的苹果干的制作 全部将它去皮 去好皮的苹果 泡在盐水中 防止氧化变黑 去好皮的苹果 对半切开 将它分成八份 去掉驼尾 并将中间的心去掉 处理好的苹果 放回盐水中浸泡 全部就处理好了 再用清水直接冲洗一下 直接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 大火蒸20分钟 将它蒸熟 时间到关火 像这样用筷子 能够轻松炸透就可以了 用筷子将它夹出来 整齐的摆在上面 天气好的话 放在太阳下包晒两天 实在天气不好 就直接用烤箱冰箱空烤 筛了两天就这么干了 将它收到盘中 冷水上锅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后再蒸10分钟 经过再次蒸一蒸 可以使口感更劲道 而且成品的成色 也会比较好看 继续放在太阳下晒一晒 也不需要晒得太干 太干的话就咬不动了 晒至像这样的干度就可以了 这款苹果干是绝对的纯天然 无任何添加 果香味非常的浓郁 也甜而不腻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